大家好,我是小江 一个能搞恋仔 现在上午9点半 昨天晚上一点都睡的 睡到刚才9点,飞下面的响声都醒了 最不早今天继续出发吧 昨天晚上还小小的直播累火 直播到晚上11点 这时候,这隔壁人有意见在敲墙提醒我 然后我就关了 太尴尬了 已经退房了 这早上还挺凉快的 把这个呼吸也穿上了 因为凉风吹的膝盖有点痛 待会找个地方先吃个早餐吧 先吃个米春饭话吧 就这家,昨天没吃 26块钱五花肉煎酸菜 看下吃什么 看 这是熟麻点餐的,你看 我点个啥呢 刚刚点那个烤牛饭饭 看你点这 好 充具 在这里 挺好的 哇 那边还有一个屏幕 刚才问我是不是一件东西来的 看 23块的烤牛饭饭 那先吃吧 先吃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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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食办法全国连锁了 这就是太咸了 嗯 这个有很多种 这就是太咸吧 绿米 蘑菇 香菇 小青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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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毛姐 咸子 嗯 嗯 你这咸菜我不吃的 合适不怪 海带汤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啊 大太阳 看后面那个米生拌饭吧 烤牛肉拌饭23块钱 品质还是不错的 准备出发了 哇 今天的天还是比较蓝的 天气很好 很通透 云朵都很少 你看这个武昌市 今天到渔处吧 天气非常的妙 这个地方有意思 都不需要上海的 哇 去东北大平原 你看吧 就远处还一点点山 马上就没有山了 拉宁河又看到了 这边有一些钓鱼的啥的 接下来都是一万无际的平路了 哇 那么小伙子让你紧切一点 钓鱼老的天堂了 你看吧 这个水位有点枯竭 这几天都下雨量很小 给大家看吧 吉林联名 欢迎您 什么时候到吉林了 应该还有十二天吧 就出东北了 进入河北 然后再往南走吧 反正到华北的话 可能会稍微停一停吧 因为南方降温比较晚 前面基本都是起湖路平路吧 没什么大上坡的 有坡也是几百米的坡 现在这里稍微歇一歇吧 还有30公里到前面 那个什么 渔速市区 一个县级市吧 然后明天到德惠 到德惠就比较远 有八九十公里吧 然后到长春 应该也是这么远 后天到长春 长春可能待个两天吧 毕竟是二线城市 大城市 给大家看吧 渔速市区 这么多电影院 好几家 哇靠 这里居然有一栋楼烂尾了 这个房子真的被封闭了 如果没被封闭的话 这个地方还算可以的 里面黑乎乎的一片全部关上了 这个房子的话明显是海耀的 如果在南方的话 这种房子可能是直接就直接就拿着弄了 堵都拿着懂 反正南北观念不一样嘛 北方不好露营的原因有很多 他这边的话 货车流量太大了 南方要少一点 然后 因为北方的整体 地形比较平坦吧 所以说很多 车都不上高速 直接走国道 导致国道非常的吵 南方的话 你看电视机组就知道了 很多丘陵 是吧 山区 地时起伏比较大 所以 被高速分流了一大部分 就显得路边大畅的就安静了 这边的话也没太多空地吧 都被重粮似的 在这边的话很难搞的 在北方这边露营的话 路边的体验不太好 然后的话一般是公园广场吧 或者是那个村委会烧的 我那种的话我摄恐不好意思 所以比较尴尬 也不知道怎么办 刚才看一下那个电机啊 发烫的严重 难怪我今天骑 骑着骑着骑不快呀 这个太阳比较晒 待会用风给来吹一下吧 北方这边飞机房子少的原因 可能是观念不一样吧 我听别人说 他说很多飞机房子 被城管啥子拆掉了 可能是怕影响不好吧 也不不给一些流浪汉住 因为北方这边是没什么流浪汉的 如果一个飞机房子是吧 突然住了流浪汉啥子 那就感觉很奇怪 因为这边冬天比较漫长 在南方的话 那个飞机房子有流浪汉 就不解释奇怪 是吧 而且南方的话 可能有些地方防止过剩了 或者干嘛的 一些烂尾了 废弃的 好像很多都不管 反正住飞机房的话 北方这边是很难住得到的 一般要到南方 这个电机发烫的比较严重啊 这一吹 它就凉下来了 我不 这个电机骑出东北应该没问题 但是到南方的话 估计有点悬 我给大家看看周围的情况吧 这不是一条河 这是一个大湖 到那边就没有了 以后这个地方肯定要装护栏的 半个弯 小朋友在这边玩啥都危险 湿地 雲山国道在修路 还好能过来 这个路走得让人头皮发麻 这还不是之前的同步路 这条路我还没走过了 红高粮指法 今天天空特别通透 前面要转小路了 这国道应该现在好了吧 这个路况真的头大 这一条是国道 这一条是小路 这边去市区要稍微近点 好在这条小路路况好像挺平整的 你看这么窄的路也能过大货车 这么少路 这样还能过这么多车 那边有牛牛奥里给做的那个什么 煤 那个什么叫煤 这叫什么东西 忘了 就取卵用的 挺有特色的 刚才在路上都没看到有一点水 一个水龙头都没看到 这里又摊水 赶紧用矿电水瓶 接一点水吧 给那个电机降温了 扛不住了 刚刚那里接了一点水吧 两瓶水 赶紧给它降温了 还有14公里到 这区 刚才的话淋了一瓶水上去 现在还有两瓶 刚刚又装满了 这个水的话 它是温水 不是冰冷的水 高原的话是冰冷的水 那个坡上去效果贼棒 我不知道明年上不上高原 给你看看 哎呀 刚才那个小路啊 车子让还贼大 很难搞 现在转到大路了 现在没什么事 路坪了 刚才还不光是小路 还老是上坡嘛 所以就容易发烫 哦 你看今天天空了 多么通透啊 那边就成去了 我现在肚子饿的不行了 有点饿了 有点空 先去吃饭吧 这边又要走小路 不过这边近一点了 我导航超近路 后面就是城去了 走这种路 快别闹 路把我摇着人都想吐 哎 快到了快到了 哦 终于到头了 手都正麻了 这里要建设高层小区 到市中心看看 市中心在往前面一公里多 看这个房屋五颜六色的 在前面找个地方弄脚吧 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机构 这个酒店便利很贵吧 看起来不错 我都看不出哪一块是市中心 给大家看吗 这一块感觉挺好的 这块应该是市中心 这一片区域 哎 这一栋楼应该是百货大楼吧 看吧 这就是市中心应该是 因为附近有个电影院 有个影城吧 这一个宾馆 商务宾馆吧 我查了一下97块钱起步 还是有点贵的 再往前面看一下吧 你看吧 这个 宾馆的电梯还在外面的 第一次这种 就是 五楼 还不会再休息吧 是这里 刚刚阿姨觉得我是钓鱼的 这么长的线 居然这都不够长啊 因为太靠近里面了 那个插座 把电门放那里送了 我已经进来了 这一边的话是靠近马路的 这一边我住在最里面是这个宾馆 这个房间吧 这里面的 看看这房间的条件吧 是不是 是不是有电视 一张大床 风扇 挺好的是吧 没有空调 这个房间也没法冲凉的 这是最大的区别 大家猜一猜 这个房间多少实力 刚才我稍微拍了一下 那个墙上的价格 你们也留意到了 是不是 这个是普通房 60块 还有那个标准间 138 他也归了 标准间 标准间是什么意思 就跟这个房间 大小是一样的 这样条件也差不多 区别就是他那个 能洗澡 这个是没法洗澡的 还有 他那个墙上是有空调的 这个房间没空调 只能吹一下风扇 但是价格少了78 你想一想 还是挺划算的 这两天的话 也不算是太热 刚才前台是一个 年轻的姑娘 身材高调 我刚才问到她能不能充电 她说可以充电 然后后面又打电话给经理 是吧 经理说只提供 住宿 不提供充电 不能给电话充充电 没办法 而且那个线 弄那么长都进不去 太尴尬 因为那个大厅太大了 15米都不够用 因为不能停在门口 停在门口的话就够用 还要往门口 再往外面几米 太尴尬了 以后要注意 前台不是老板娘 或者不是老板 是不是 他没有这个决定前充电 太难搞 不过好在 这边好像有三处充电装 晚一点 我打算拿那个大破去说 充上两个小时 是吧 再不计转一转就可以了 这个宾馆的性价比还蛮高的 房间也还条件不错 就是没有空调 不能洗澡 其他的还可以 在五楼 看吧 这边有大花瓶啊啥子 一户画 这是五楼最高层 安静一点 这个宾馆是比较大的 你看吧 那个小区房居然那么高 刀片一样 刚才马力瓶水啊 净凉凉凉的 先找个地方吃饭 这条街道是中心街 应该是市区的一个主干道 很滑滑的附近有两个影城 我那个西瓜又红一大 一块二毛八一斤 我上次吃过六毛一斤的 这边街道的话中心街 非常热闹 卖水果的 还有小商店特别多 大风车玩具城 还有个笼包市场 卖差的挺多的 看吧 中市糕点了 这一块确实是挺热闹的 在这里找个饭店吗 尴尬的是这附近两条街道 都没几个饭店 饭店全部在那个对面那条街道 这饭店基本上在对面那条街 对面那条街有饭店 我住在对面那边吧 全是卖水果卖熟食的 没几家饭店 然后发现这边居然有别有洞天了 这边吃饭了多啊 就在这里吧 那里有一家香锅香 土豆粉就吃那个吧 来个盖架饭之类的 好久没吃土豆粉的 来个土豆粉吧 本来想来个盖饭的 点了一个微辣的土豆粉 这土豆粉还滋滋冒油 吃个土豆粉的 这个太高了不好弄 兄弟们开饭了 这下面还有两个安全蛋吧 太烫了这个 我本来想去看个电影呗 刚才本来说好的能充电到最后通不了 没心情了搞得我一下都没心情 反正晚一点去看那个充电装看一看吧 看充电装能不能充吧 如果能充的话明天接着接着走 我跟他说过了 我现在的目标就先回东莞吧 然后再说其他的 今年冬天有可能在东莞先来 先休息一下吧 冬天12月份1月份 冬莞的天气特别好 我也消费还低 在路上确实是开车他们 就是感觉 长时间的积累 就有点 没有归服感 我感觉我挺适合拍吃播的 我在那网上有个人就拍吃播 就那个饭店吃那个什么面条啊 包子啊 汤面那啥的 吃个泡面他播放量度特别高 而且那个视频 很简单 就没什么剪辑那种 可能是因为有观众缘 原歌有命了 有点辣 等他唱两句 这里面没有肉的 有些海带下的 这个豆 这个是豆干 这个十一块吧 分量还好 出来三年两年了 在东莞之前待了一年 我感觉东莞还是待的习惯 那边我之前一年消费2万块 再住住 平均一个月消费一千多 你想想 好过房子水电了 就消费太低了 都没什么压力了 在那边做自媒体的话 也必须要搞多少实力 只能维持生活就行 土豆粉我的初心 有人想希望我回东莞搞土豆粉吗 有机会再弄吧 我我之前很久之前的市民里面说过 但我扛不住了 我就回东莞了 我说过了很多次 就挑战一下 这辆车能不能骑出东北吧先 然后再看下一个打算 这个天气还没降温 接下来几天有26度吧 26度那个车容易发烫 今天都发烫了 要降到156度 那就不容易发烫了 还早 我看了一下别人那个 墙上挂的那个时钟 那个表吧 现在才农历 7月底还没到8月份 时间还早吗 没那么快转冷 这个安全带太难包了 脱碎了 这次的话 日常的话 吃一些朴舒华的 简单一点的 也不需要吃那么贵 我觉得他练这种更好玩 消费也不高 也承受浓烈之类 这种海盖太多了 虽然说没有肉 但感觉还是可以的 虽然说我没有冲到店 但是那个 宾馆60块的那个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希望能睡好吧 如果能睡好的话 那就很划算了 吃饭那啥的 今天的话也就消费100块吧 吃饭住宿一天消费100块吧 晚上再买10块多是差不多 100块多一点点 快玩了 不高 快玩了 快玩了 吃完了 还剩下一点汤汁吧 我这个应该是125踏板吧 这零木125 是不是零木125 应该是吧 哎呀 有人推荐我买这个 这个听说一万 左右吧 一万多点 这边大包小包的 饿那么其次 在后面吃了一个11块的土豆粉 还行吧 味道 也不咸 也不辣 这个是豪杰125吧 这个都是实力的 我靠这摆摊的越来越多了 宾馆门口还卖鞋的 我车就放那里吧 现在又回来了 我靠这个太阳晒到这里还挺热的 搞不好明年还要在这里待一天 搞不好我今天晚上懒得出去充电 然后明天再找个冰板会一下 这戳不准的 因为我看了一下天气报啊 这边转冷的话 至于起码又过完国庆才会转冷 没那么快 就接下来好长时间都是这个温度 而且我现在往南走 特别到了秦皇岛那边 冬天 是吧 也不会太冷 我为什么着急出东北 主要是这边 充电不太方便 就说这么多吧 今天又是南搞的一天 今天又是南搞的一天 谢谢大家